台东县环保局为了维护台东空气品质 针对县内的沙石厂、利青厂等 容易有空气污染益善的业者进行管制 在不良季节期间加强查核和宣导 也呼吁各个工厂要定期检视空气污染防治设施是否正常运作 减少空气污染情形发生 秋冬季节除了东北季风带来的空气污染物属于境外空污的影响 日夜温差大导致对流减弱扩散条件不佳 也容易使污染物累积无法散去 进而会影响台东空气品质的恶化 台东县环保局为了维护台东的空气品质 针对县内沙石厂、利青厂等容易有空气污染益善的业者进行管制 在不良季节期间加强查核以及宣导 今年首度将现场防治设施说明会活动改制到管制业者厂区办理 环保局表示根据固定污染源益善性立状污染物 空气污染防治设施管理办法 管制业者必须在堆滞区域、制成作业等容易导致空污液散处进行防治 像是加装自动洒水设备并定时洒水 让物料在堆滞或作业期间保持湿润、减少立状物产生 而为了使管制业者熟悉相关设施以及法令以免受罚 藉由今年举办的空气污染防治设施说明会 透过实地作业现况让参与的业者可以具体了解法令规范以及防治设施 环保局也提醒各工厂应该落实相关的防治作为 环保局也将在空气品质不良季节期间加强稽查 而若是业者为依据办法实施防治作为 将一张违反空气污染防治法处10万元到2000万元罚缓 并通知限期改善 并也呼吁业者共同维护台东的空气品质 记得判罪台东市报道